常常会不知道生从何来始之去向 我们到底生从哪里来啊 死了之后往哪里去 因为我们是凡夫 我们由父母生下我们 从父母而来 到底跟父母是什么因缘呢 完全不知道 就糊里糊涂的来到这个人间 也懵懵懂懂的过日子 到老来的时候 年纪大的时候很快就离开了人间 这样一段一段的生死 是凡夫的生死 叫做分断生死 那这边有讲到 有修行的人已经了解到 生从何来始之去向 像阿罗汉有修行 可以住在这个涅槃的境界 涅槃呢就是无生灭的境界 这个无生灭呢 是在禅定中不生灭 凡夫呢见尸或未断 没有断见尸或 所以心灭一动就有生灭 所以还是有少分的烦恼 所以还是有少分的烦恼 那阿罗汉的生死可以断尸的 凡夫的生死 就像我们六道一样 但是心里有少分的烦恼 还没有完全断 这叫做变替生死 第三生当中的 这个转换 罗汉呢才可以要护生的程度 就是心一片的宁静 思详思想和随性的反弱都断的 那佛陀呢已经断了 分断生死 他不是受业力的牵液 再来受生死 那佛陀呢来人间呢 是道价持行 他的使命是要来度众生 有人说佛陀已经入灭了 其实佛陀没有入灭 还是不断来人间